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成全知美这样的一个主题 成全知美不再知道 同志游行已经成年18岁了 希望我们的多元社群 是只有被探现 而是真正的被理解跟尊重 在2011年我回到花莲读书 然后跟好朋友们一起办 第一届的花莲彩虹家年华同志游行 当时我们只是一群 想为自己发声的大学生 而这群孩子 同时来自不同部落 不同族群的原住民同志的大学生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单纯的 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想要回到我们的根 舒服自在的回家做自己 然后想透过游行 让部落看见我们 请正视我们的存在 同时也让部落的弟弟妹妹 哥哥姐姐们 看见原住民同志的现身 告诉他们你们并不孤单 2013年 互加盟动员花莲县政府的力量反对修改民法972 在公厅会的过程台东阿美族的代表 陈池美对着直播说 我们原住民从来没有同性恋 一直以来都是一夫一妻之的时候 我在电视前面看到很难过 难过到哭 那我们在哪里 为什么没有看见我们 所以那天 互加盟在花莲的游行当中 我就号召朋友们一起去举牌 牌子上面就写着 我们就是原住民同志 我们在这里 然后十年前 我们的原同盟总招咖啡 从一个人穿着族服走游行 为的就是让大家看见 同志社群中也是有原住民 然后这几年的台北游行 我们后辈用最骄傲的文化 和我们身份 佩戴或穿着的 穿着族服走在游行街舞当中 这个重要的意义就是 对我来讲 像今年每当原住民歌手 或是演员 入围金曲奖 金钟奖 这样盛大的场合 我们都会穿着 我们最荣重的族服到场 还要被无知的媒体 和不了解的人说 肉屁股蛋 说传统服是性开放 还要被纠正 原住民的欢呼声 应该怎么喊 在这样的时代 对原住民的歧视 还是不断的存在 我也在这里呼吁大家 应该要更严谨的纠正与看待 对 那如果你身为一个性少数 然后同时又是精神病人呢 那这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对 那其实有些时候很非常遗憾 就是其实在过去同志运动 在去疾病化的过程中 其实忽略了很多 它本身就存在精神疾病的性少数 而在精神疾病领域协助的专业者 他也会看不见统治 就是没有注意到身份的交织性 你表示自己是精神病人 那统治族群可能就排挤 会恐惧 会排挤 会代言我们 那精神病人同样 可能会因为我们是 统治的身份 性少数的身份 而排斥害怕我们 我们希望能找到 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有就是推动 就是性少数精神病人的 同才支持 同才支持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说 藉由说 我们都是性少数 我们都是精神病人 那我们理解彼此 然后我们支持彼此 大家知道去年 已经通过了这个同婚转法 但是我们已经迎来了平等了吗 事实上并没有 大家知道现在 如果同志的朋友结婚之后 他想要去收养 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想要让那些 没有家的孩子 找到家的话 他该怎么做 如果他已经结婚了 他必须要离婚 这是不是很荒唐 如果同志配偶 他结婚之后 反而会失去了 去收养孩子的资格 如果今天你是社工 你是希望支持这些孩子 能够找到家的朋友 如果你今天接到 一对同志家长来电 告诉你说 谢谢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们想要再成立一个家庭 未来除了我们两个以外 我们想要再有孩子 请问我可以来收养吗 答案是不行 你们必须要先去离婚 请问这样的专法 真的平等吗 不平等 同志可以成家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 而是同志能不能够 在台湾这块社会上 享有跟别人一样的权利 除了无邪人收养以外 对于很多同志来说 对于他们双方的家族来说 其实也会很渴望他们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 他们现在拥有孩子的话 在台湾我们能够像其他的异性恋家庭一样 透过台湾的人工生殖技术 非常先进的人工生殖技术 在台湾生养自己的孩子吗 不行 同样都是国民的我们 就因为我们喜欢的是同性 就因为我们是缔结了同婚专法 我们就不能够跟其他异性恋一样 使用台湾人工生殖的技术 在今年的4月14号 我的女儿出生了 然后这个女儿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去国外生了小孩 不管是不是走法律边缘 或是在合法的国家 这些东西对我们说都非常大的风险 因为当我们生小孩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在台湾又要 要到国外去取卵 受精跟植乳 这东西我因为 在国外医生觉得 在国外的医生觉得 我的药剂不够 就补了两针的排卵药 就是让自己的卵巢更熟的药 然后我一回来就是直接送急诊 因为我得了卵巢过度刺激症 后去急诊 抽了900cc的附水 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我们要负责的 因为台湾有这么好的医疗 但是我没有办法在台湾全部 想伤有他们 我们从教会成立以来 就是决定要关注 我们所谓的性少数 还有社会上的 这些相对弱势的族群 那我们从1996年成立到现在 到明年已经将近快25年的时间了 很多人对于基督信仰里面 对于圣经里面所说的话 他有充满了疑惑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在圣经里面 从来没有任何一句话是说 因为你的性倾向 如何如何上帝就会爱你或不爱你 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圣经里面我最想分享的一句话 就是神爱世人 就是爱所有的人 包含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刚刚讲的 你是同志 你是一性恋 你是跨性别 你是谁 都一样 上帝爱你 没有任何的条件 我知道在这些平权的路上 有许多反同的人 他所造成的伤害 所以有许多朋友们 对于基督信仰 基督徒 他有很多的批评 甚至嘲讽 那有时候 身为同志基督徒的我们 或者是支持平权的基督徒的我们 其实呢 常常要承受这样子的伤害和压力 那我们不晓得要跟谁说 但是借由这个机会 让大家能够了解 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反对同志 现在的性平教育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 政策的方向是正确 但是我们看到 他的执行的决心 还有执行的内容 都是不够的 教育部他要送一本 很可爱的绘本 给小学生看 那这个书名叫做 国王与国王 那结果遭到多数校长的拒绝退书 退书给教育部说 不要教育部送这个书 要送别的 然后后来新北市的市立图书馆 先是下架 后来再度上架的时候 贴上了警语 说是要老师导读 或者是要家长陪同阅读 那其实大家如果看过 这本可爱的绘本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王子 他想要找结婚的对象 结果他不爱那个公主 大家介绍给他公主 结果他爱上了公主的哥哥 就是这么一个 可爱的小故事而已 那学校不让他进去 这些家长让我们很头痛 但是其实他们会这样做 其实我们也不意外 因为其实大家要知道 性贫教育法的 通过施行到现在 其实才16年 那你想想看 就是说16年 然后你18岁 会从国民教育的体系 结束国民义务教育的体系 所以你16加18 你34岁以上的成人或是家长 他们根本没有受过任何的性贫教育 你越是觉得说 我们不要冲突 我们尽量就是说 让大家都满意 那最后其实这些歧视跟恶意就会出来 你去想想看 白雪公主走进陌生人的家 睡上七个小矮人的床 你为什么没有叫 好恐怖哦 你为什么没有叫家长要陪同阅读 为什么没有叫老师要导读 陌生人还乱亲白雪公主 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说 其实这个标签 这个陪同阅读的标签 看起来非常的温和 但其实它就是歧视 它就是歧视 它背后就是一个恶意 只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文明 比较不暴力的恶意 点赞 电视频